今年3月 习近平主席成功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有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注入更多稳定性 对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产生重要深远影响 4月16日至19日 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应邀访问俄罗斯 与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 举行真挚友好的会见会谈 达成了诸多功识 取得了丰硕成果 此访深刻体现了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两国互信的传承深化 两军合作的独立自主 彰显了新时代的中国军队 为了和平走向世界的胸怀和担当 一是落实元首重要共识 深化务实合作 两国防长进行了坦诚深入 富有成效的交流 对未来一个时期 中俄两军交流合作进行规划 一致同意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持续密切高层沟通 完善两军交往机制 拓展战区军种院校间合作 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充实新内涵 二是加强两军战略沟通 增进军事互信 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等 深入交换了意见 重申在设计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继续相互支持 共同抵御外部势力 干涉内政图谋 俄方表示 反对任何形势的台独 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维护世界和平 中方向俄方介绍了 中共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情况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等重大理念 愿同俄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战略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 中国军队国际军事合作正在实现新发展 展现新气象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测测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 守正创新 勇意前行 加强同各国军队交流沟通 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坚定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携手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和挑战 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